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 MIRROR的紅館演唱會 昨晚舉行第四場 大家其實都應該 全香港都關注 當這個 唱到一半的時候 掉在半胸的大銀幕 突然間跌下來 壓傷至少兩個Dancer 全場當然是嘩然 其中兩個Dancer躺在地上 動不動 現場 片段所見 看到當時Edan和Anson Lo走到舞台邊緣 一群Dancer穿白色衣服 在中間跳舞 大銀幕突然跌下來 擊中 其實簡直是兜頭地 摺下去一個Dancer 之後 那塊東西 整塊銀幕跌下來 摺下去 躺下去 再壓傷另一個Dancer 事件中有兩個Dancer 被擊中倒地 其中一個成員 就是 ViuTV的女團 COLA 成員 蘇青 蘇青 男朋友 阿Mo 她也是MIRROR的御用舞蹈員 現場人士表示 當時大銀幕好像一把刀一樣直接砍在舞蹈員身上 其實 影片很清晰 大家都相信看到了 我們不會播出來的 因為也挺嚇人 整個 摺下來的時候 那一下真的好像一把尖刀砍下來 他當同整個躺下 然後那塊東西摺下來之後 就開始躺下了 在後面那個人也還有一招 之後大會把所有燈關掉 相隔兩分鐘 再開 燈光 即時 花姐 肥婆 她是經理人來的 她上台 向大家鞠躬道歉 希望觀眾可以離開 表示 會退票 還有 之後 會取消所有的MIRROR演唱會 MIRROR 其實連日來 演唱會安全問題已經成為重人焦點了 其實早幾天 我們已經看到 Franke 自己插錯腳 跌了到台上 當然很快就起身 但是 這次的 演唱會 很多很多東西 可以說是陷阱處處 當時 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網民問 那麼危險 你會跌死人啊 又或者出了什麼意外 你們怎麼陪伴 每個都是當紅的明星 當紅偶像 這件事 這個舞台 這次我想是 紅館史上第一次 有那麼大型的螢幕掉下來 會摘到人 是不是 以往我們 印象中從來沒有發生過 有這樣的意外真的沒有發生過 其實 第一時間我當時想到什麼呢 就是想起王家駒 大家記得1993年 王家駒去日本登台 然後 就差錯腳跌了下台 然後就 不幸 離世了 這次 我就這樣看那個摘下去 那一刻很驚險 根本 那一刻真的好像會拿命 後來傳出 他們只是骨折 以及頸椎那裏受傷 那一刻其實也很傷 不知會不會將來醫治 不知會不會癱瘓 或者半身不遂 希望他們 就大步濫過 盡快脫離危險期 因為兩個人送院之後 說是清醒的 送院的時候清醒 因為我們看到 那一刻摘下來 其實 他不是直接摘到頭上 好像是 頭前面的胸骨 頂了一下 當然那一刻也很傷 但是 不是直接 摘到頭上 如果摘到頭上 可能 頸椎即時 截斷也未定 其實 如果他們 這個 最大問題的 現在受傷 還是清醒的話 算是不幸中的大行 希望他早日康復 我們 說回這次 這個 彩排的時候 出現了很多意外 也有舞蹈員受傷 然後 他們就說 Dancer主要是 士氣很差 因為這次 很多 那些 掉漏東西 究竟 是監製問題 主辦單位問題 還是有甚麼 設備 供應商的問題 你這個演唱會有供應商的問題 大銀幕 竟然 是禁而稀 可以整個掉下來的 想都沒有想過 因為之前他們的舞台設計 明星唱歌的時候 可能會差錯腳 可能會掉到台上 好幸好Fanky新手好 掉下來也能搞得好 即時 都起得了 彩排已經出現了很多意外 演出的時候 亦都漏漏漏漏的很多 這次被人批評 最重要當然是 這間協興隆舞台工程公司 當然了 舞台工程這間 靈藝廣告 他們出了聲明 說這次不關他們的事 舞台 機械工程 就關他們的事 因為上面那塊東西 吊上去的 為什麼會掉下來呢 不是綁緊的東西 應該綁得很緊的 這間 原來跟磚盧的老闆麥兆堂有關 這間協興隆舞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庫通就拿著73% 協興隆創辦人歐家欽 原來是磚盧老闆麥兆堂 麥兆堂旗下上市公司 做過138 以前是中建電訊 現在是中建庫通 做過高級的管理層 而 歐家欽的資料 今年64歲 就是協興隆舞台工程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以及董事總經理 中建庫通 2016年7月收購這間公司 協興隆主要為香港 內地 澳門 東南亞等現代流行曲演唱會 以及其他活動提供舞台機械工程服務 正常是他們做的 因為其實這間公司 1986年創立 最後 近期就被 中建庫通收購了 工程那麼差 甚麼原因呢 是不是因為虧蝕 偷工減料 或者外面有人說 他們外判 把工序外判給行外人 做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判給行外人做 我們就不知道 政府一定要徹查這件事 你一定要 去查清楚究竟是誰 誰要揹飛 我們也要為這個 Dancer Dancer 其實真的討告 因為Dancer 其實全部都是 FREELANDERS 據據所知 據這個消息 就算簽合約也是個別的 就算簽合約也是個別的 這件事 你說MUTV 一定要跟他賠 或者你 買保險 不知道有沒有買Dancer 只要他就有的 沒可能沒有買的 因為始終有危險性 這樣掉下來 究竟誰負責要賠呢 主辦方 還是這間機械工程公司 還是ViuTV呢 是不是 其實 不幸中的大行 宋苑兩個都清醒 沒有發生一些 死人不幸的事情 紅館以往真的沒見過 這樣的情況 很震撼 全香港洗版 這次我們看到 那個意外 其實也頗為人害怕的 現在政府已經宣佈了 要求取消餘下的 八場演唱會 主辦方也宣佈了 餘下的演唱會全部退票 退票 有朋友即時就說 哎呀 好像有些人買了黃牛 買黃牛也怎麼辦 算了 慘了 買黃牛也沒賠 而反而 賣黃牛的那個 即是他買回來 即是五百元一千元 賣給別人 賺了一筆錢 現在退票又退回給他們 這次真的是賺兩次 win win 雙贏 一個人賺兩次 當然 發這些災難財當然不是那麼好 我們也覺得 這些很難評論 發這些災難財的事情 香港人 看到這些情況 通常都會為他們 擔心 祈禱 現在我們 看到那個醫院傳出來的消息 兩個情況 一個是嚴重 一個是危台的 希望 真是大步濫過 這個 不要像當年 這個家驅那樣 家驅那樣 其實也是令到很多人 很傷心 真是天道英才 這次出事這位阿Mo 其實也很年輕 我看也是二十幾三十歲 我未必夠三十歲 非常之年輕的 一班Dancer 希望 他大步濫過 也希望另一位 摘傷的Dancer 也可以早日康復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大家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北斗 中文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內容 位於